把它晒一下 要把它晒得有点风干那种 你要看它这边怎么腌 你看那辣椒干什么 你让辣椒长得好看 如果有姜的话 放点姜也可以很好吃 很脆的 你姐姐今天在教你做这个辣椒 酱油辣椒酱 我做了应该有三四遍都没有成功 坏掉了 这个很简单的 不是 他放了那个 我是放那个糖水一下子放的 他就会了 要一层一层这样放 首先你要把这辣椒洗的时候散了 散了的 你要把它吹到有点那个 反正不要有水 烟烟的那种 哎呀你们慢慢来学吧 给你们在这里 看都看会的 看会的不见你做 等天就知道说 吃要吃 我上次腌了那两罐都不够吃 要把它搞定 是啊你腌了那个好吃 可以了不要放了 然后再放点糖 再放这么多糖 这个这个是白糖要用那个冰糖好吃一点 要把它这样子弄平一下 再放成糖 有时间就把这个 把这个应该把它剪一下 没空 一层辣椒一层糖 一层辣椒一层糖 这样子就好了 你这是撒一点吗 不用撒 上面不用撒糖了 然后这是什么雪碧吗 这个是酒 这个是那个散装的那个山花酒 不要倒太多 酒的香味 这是那个山花酒 先放酒 然后全部搞好了 再就放酱油 这是生抽还是酱油 都一样都可以 后都不知道了 一定要把这个辣椒 用这个酱油把它腌完 装满 一定要装满 它自己会铺上来的 你会 一定要腌着这个辣椒 但是它铺上来的 铺不上来的 一腌的时候 一定要把各个每个酱油 每个辣椒都要把这个酱油淹上 如果有空 就是过几天 然后你用那个筷子 把它稍微用 这样压一下 这样 来让我来试一下 你试吗 我每次做都不成功的 要铺平啊 就这样可以的 然后再放糖 放少了一大勺 嗯 这么多啊 放嘛 然后再放那个辣椒 嗯 你要想好吃 你要想又不吃又不吃 不是 我们平时腌的就是直接放 直接泡好了放糖进去 可能那个不做没对吧 所以每次做的都不好吃 上次吃你那个脆 都好脆啊 然后再放 这样腌出来辣椒它是脆的 它不是软的 对啊 上次我泡的那个就是感觉好软 好软的 嗯 这个汁很简单的 我就看一遍我都会了 少一点了 嗯 那个呼噪不对 嗯 差不多了 你买它 没出来 再上一点酒 嗯 好 还可以多一点点 好 再倒点酱油 我每次泡都没有成功 后来我再也不泡了 没有信心泡了 这次希望能成功了 一定要这个酱油 你记得一定要这个酱油 哦 这样子让它泡进泡下去 一定要这样子让它 可以盖起来 盖上来 嗯 就这样子 那你里面放几个大蒜更好 放点姜 盖嘛 就这样子这么简单 那我学会了 希望这次成功啊 你不要盖了就不要动了 可以了 嗯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还把这个淹完了 嗯 瓜子瓜子太小了 小 你反正淹着就一起淹了吧 啊 完工了 还有一点没有 没有淹完 放在这里面 看会了没有 你看多漂亮 看到没有 哎呀 哎呀 会是会了 但是不知道 吃吃的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跟我那个一样 怎么可能 不会换车的 我做了好多回了